大家好,我是红鹤 看过我短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在讲新商业大智慧这个教材 每天都给大家讲创业运营商的事情 已经讲了1000多条了 那么今天的话 我就给大家讲三农营销的专题 那为什么要讲三农营销的一个专题呢 是因为我认为应该给三农所有的自媒体 一个什么呢 一个有关于营销方面的分享 也是响应三农这个专栏的一个邀请 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分享 也感谢这个组织的认同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已经讲到了专题当中第二件事情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三农的资源全是你的 你的呢不直指 不仅仅是三农 啥意思呢 就是你的内容要多样化 你的要多样化 但是你的领域呢要专注 这个词呢 我们重新再回顾一下 叫做什么 叫做三农领域的资源全是你的 不仅是你的一个村 不仅是你的一个在 全国三农的资源全是你的 那这一点就在想了 怎么能做到呢 一会儿红河给大家分享啊 但是你不仅仅是三农 你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活动的人 你是一个可以包纳万千事物的一个人 只不过今天你在做三农的一件事情 说人格化要多样化 形式要多样化 好了 我们来解析这件事情 我们就以广西或说这个云南 某一个做三农自媒体的 这帮小男孩啊 这帮女孩们我们为例好吧 有人说了 说我只是在云南 我只是在广西 那么第一件事情是 你如果没有自己的三农的资源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可以拍别人 那如何以什么样的名来拍别人呢 所以呢 你们要做成一个叫做三媒四媒体人的 第一个就是访谈性的 对吧 你可以采访任何一个人 有很多很多人是这样的 就是我没有这个三农资源 甚至是什么 我没有在这个三农的这个领域当中 怎么办 我还想做三农 你比如说红客 红客就在北京 那我没有三农资源怎么办呢 可以啊 我可以什么呢 访谈有三农资源的人 你在那个村 你没有养鱼资源 你也没有这个蘑菇去资源 你也没有这个农特产资源 因为什么 因为做这个资源需要投入 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养殖户啊 种植户啊 农林 牧鱼啊 这些资源 你没有金钱来投入的 或者投入 你没有这个技术 但你如何把他们的变成你们的呢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当什么呢 当呐喊者 当什么 当推手 叫我呐喊啊 第二件是什么 我们当成交者 不负责供应链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嘛 在未来的时代 我们自己媒体也要什么呢 S2B 我们只解决什么呢 成交的问题 只解决宣传的问题 成为一个呐喊者 你比如说你们当地村当中 有一个养殖鱼的啊 有一个种蘑菇菌的 还有山上有一片林子的啊 然后做旅游生态观光的 没有客源的 好了 你跟他来合作嘛 然后成为他的合伙人嘛 你不出钱 他也不用出钱 他只是出了一个物 死的 对吧 你出那什么 你出一个你的价值 扩户影响力 你自媒体的影响力 不仅你有影响力 你还可以整合很多很多 全国跟你要做自媒体 这个资源的人 有影响力 你比如说红克啊 虽然那个地方不是你的 但是呢 你是那个地方的合伙人 你相当一个中介的链接者 那你可以跟红克说 哎 明天你们来我们云南啊 明天你来我们广西 某某地方 我给你带土特产啊 这个土特产特别棒 你可以理直气善的说嘛 这是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合作者 我是这里的联合创始人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 内蒙古的那个大白瓜子啊 就白瓜子是最最好的吧 俄罗斯的大的那个瓜子 那么呢 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就拿着一杆旗嘛 就找他们种瓜子 这个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农户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大爷啊 我帮你卖瓜子行不行啊 我们要拍一张照片 大爷随便拍吧 啊 你是怎么合影 怎么握手都行 我们长了两个大横幅 然后哗一弄啊 内蒙古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俄罗斯瓜子啊 产业基地啊 我们这人又减产又合影的 就变成我们自己了 然后我们来卖瓜子 所以呢 一定是什么 一定善于把别人的资源变成你的 一定要记住这样的话 别人的99%的东西 存在那99%的问题 找到他 你就可以获得他99%的资源 你想要的东西99%都存在 找到他跟他成为合伙人 你想实现想收获那件事 比如说你想实现赚钱的事情 他也是想要 所以呢 跟他一起 这叫志同道合 所以呢 我们才有那句话嘛 叫做你的 是我的 三农所有的资源全是你的 你不要关注于你是南方的什么广西 江西云南这个三农 你也关注全国的三农 因为什么 因为你通过一个APP的一个 就是小程序 一个小程序的供应链 小程序一次性 你可以放海量的产品 这不就是线上一个海量的 三农的供应链平台 线上线下一解合 你是做自媒体的 全国有很多很多的实体 对吧 然后呢 是商业无边界 你把你海量的产品 针对于你那个人群 针对于你那个粉丝 然后呢 给他进行服务的 以前我们的思维是什么呢 是一个产品 就是一个瓜子 针对于无数个人群 这叫营销和广告 你也打广告嘛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针对于什么呢 针对一个人 有无数个产品来找到他 这反了吧 所以你们要做到这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说的什么 你不仅仅是三农 这一点很重要啊 因为你会发现 当你定位成 你就是一个三农人的时候 你的角色是非常单一的 你应该什么呢 你应该既是三农人 又是什么 又是某个领域当中 有兴趣爱好的人 又是有家有业的人 又是一个孝子 所以说你首先是一个社会人 这一点大家认同吧 对吧 你不仅仅是一个 你项目那个人 你是一个三农人 你三农人 你就是为了卖吗 那你每天都在想 我要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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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角色单一 人家就会缺少社交化 缺少信任 人家说哇 你就剩卖土豆的 你就剩个卖地瓜的 你就剩个卖野鸡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什么 要社会人 社会人就多元化了吗 你有你的喜怒哀乐 你有你的个性 你有我的兴趣爱好 你甚至把你的兴趣爱好 也展示出来 所以说你在拍三农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的人格化 魅力塑造出来 现在我们做三农的人 每个人的人格化魅力 就是一根筋 就是一根筋 他每天只是干这一件事情 你应该把这一根筋 变成什么 变成五个维度 社会的维度 家庭的维度 你兴趣爱好的维度 价值观的维度 以及你什么领域的维度 这五个维度 构成了你什么 鲜活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你的三等自媒体就会很难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了 第二节了 对不对 第一节什么 叫做布局 你的头像是否对 你的品牌名 想的起的是不是对 你如何定格局 今天我们又讲了一个 别人的资源 如何是你的 你如何多样化的塑造 这五个体系 我是红鹤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 创业教育的一些事情 最近我给大家 及时的做一个 三农营销的一个专题 也是受到了邀请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更好的三农自媒体领域当中 我们一起来把三农自媒体 把今日头条领域的平台做得更好 咱们一起来交流 好不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其他创业的视频 好吧 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拜拜